森林郎又赢了,30岁的罗斯,今年能重返全明星当地时间11月17日,森林郎继续保持着优秀的势头,就在今天NBA常规赛中森林郎对阵西部第二的开拓者的比赛中,森林郎凭借着全体球员优秀的表现拿下了这场比赛,继续保持着连胜,这是在巴克勒被交易走后迎来的第三场胜利,依然保持着出色的表现, 球队的整体没有了不和谐化学反应也开始了,不得不说这段时间,也是成就了我们的罗斯,罗斯作为一名底薪签约的替补球员,在最近的比赛中,打出了十分高效的数据,堪比全明星球员,在对阵开拓者的比赛中,罗斯出战了33分钟,最终拿下了17分7篮板6助攻的全面数据,作为替补球员的他, 现在已经成为球队的一位不可缺上的力量了,现在罗斯的效率在球队排名第三,甚至比他们的核心球员还要出色,也是在本个赛季,罗斯多次的打出全明星的数据, 并且在本赛季还拿下了职业生涯的得分新高50分,也是在晋级场比赛中,是罗斯这八年以来最为效率的一个赛季,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中,罗斯的场均数据,是22.6分4.2篮板5.2助攻,命中率更是接近50%,已经慢慢的成为森林郎的核心力量了, 在这个赛季,罗斯的全面表现,是森林郎替补球上,最为出色的球员了,算得上是最佳第六人的称号了,回想起罗斯在过去的辛酸史,让小编不得不感叹道,终于熬出头了,从尼克斯交易到骑士又到爵士被裁员, 在上个赛季每一支球队愿意要他,曾想着就此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,最终天无绝人之路,森林郎牵下了罗斯,昔日最年轻的MVP,罗斯也是用自己的战棒来回报了球队的恩情,虽然已不再是巅峰时期的玫瑰了, 但是最近有网友在NDRK这一游戏上发现,罗斯的KD值从之前的七十几,到了如今的八十,这和罗斯最近的表现息息相关,他的数据更是接近全明星级别,三十岁的罗斯,今年能重返全明星,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哦,让我们敬请期待罗斯给我带来什么更加精彩的表现吧, 你们觉得最近罗斯的表现如何,是否今年能够入选全明星呢?小编在此希望伤病从此远离罗斯,希望罗斯未来越来越精彩,绽放吧,玫瑰